唐杰忙道 不知南师到访有失远迎 还请南师恕罪 南北城哼声道 你嘴上说的客气 心里面却是想 我是不是过来找你麻烦的吧 唐杰连忙陪笑 南师严重了 学子怎敢 那还不请我进去坐 唐杰无奈 只能请南北城进来 两人进了花厅坐下 南北城看了看院子 点点头道 收拾的还算不错 他不急着说话 唐杰也不急 就这么着 为南北城珍茶倒水 南北城不紧不慢的喝了口茶 这才慢挑四里道 这次珍传之争 是你赢了 唐杰啊 老实说 你心里有没有恨我 唐杰没想到 他会说的这么直白 愣了愣才到 南师有南师的苦处 学子明白 真要说恨 南师不恨学子 我就已经深感荣幸了 又岂有怨恨南师的道理 南北城的脸上 终于献出一丝笑意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此次考核 本来还有师尊亲自下山一趟 从三个备选中挑一人出来 既然你帮魏天冲拿下了三个投名 倒也省了师尊亲来 师尊有令 从今天起 魏天冲就是长风门下第八亲传弟子 学院期间 每年可以上官日丰一趟 时间一个月 由师尊亲自教导 十年之后 魏喜悦奔下 届时如何处理 看他表现在说 魏天冲现在还是喜悦学子 十年未满 就不能一直长期跟在雁长风的身边 这倒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 魏天冲现在的心性 虽有长绩 历练却依旧不足 唐杰也不敢放他 一直在官日丰 不过 唐杰看了看南柏城 此事 不是应该直接对魏天冲说吗 跟我说作甚 南柏城回道 因为师尊让我问你 你有没有兴趣 做他的第九亲传弟子 什么 听到这话 唐杰彻底愣住了 他看了看南柏城 好一会儿才说道 男师莫要说笑了 真人收徒 可都是要经过考核才能定下的 怎么会 南柏城不耐烦地打断他 谁规定 就必须考核呀 考核 不过是为了选拔人才 若是不需要选拔 又何必考核 你在此次真传上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师尊不能食言 不要魏天冲这个徒弟 难道还不能再多收一个吗 想怎么收 那是师尊的事 你只需要说 同意不同意就行了 这个 唐杰历时为难起来 成为燕长风的徒弟 并不是不好 问题是 他修炼离经之后 许多方面 早已是迥异常人 在学院里 上师们 大多是脱繁静 眼光有限 虽然谢风堂是天心静 但学院里学子上万 谢风堂再怎么关注 也不可能时刻盯着堂杰 可观日风就不一样了 燕长风一共就那么几个徒弟 稍微用点心思 就能察觉 唐杰的不一般 一旦被他盯上 唐杰再想偷偷摸摸 做些什么 那可就难了 这也正是唐杰 不愿意成为真传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 就是燕长风属于激进派 在处世理念方面 唐杰也与其有所差异 不过 要是就这么拒绝了 拨了真人的面子 这也是个麻烦 唐杰只能道 男师且容我考虑一下 南百城眉头一皱 考虑 这种事还要考虑吗 唐杰为魏天冲争争船 他还能够理解 如今这机会送上门了 他竟然还不要 南百城就怎么都想不通了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之前燕长风的话 果然不是没道理的 他竟此猜到了唐杰 有可能要拒绝 此事体大 总是要考虑考虑的 唐杰不紧不慢地回答 在经过了一开始的震惊后 他此刻的心情已是镇定许多 反正已经得罪过南百城一次 现在也干脆无所谓了 口气中更是明显地表露出 不愿意的意思 南百城心中愤怒 却只好道 师尊说了 若是你肯成为他门下弟子 他可以传你日要久变 和分神定心法 日要久变 与分神定心法 可以说是燕长风的成名秘法 据说悬傲非常 就连肖别寒 在见识过后都交口称赞 燕长风是个天才 燕长风的七个弟子 到目前为止 据说只有大师兄 获得此二法传承 其他徒弟暂时都未获得 在南百城看来 这样的条件 要是唐杰还不答应 那简直就是没天理了 可偏偏呢 唐杰却就是不动心 依旧是一脸思考样 南百城被他弄得 几乎要抓狂了 这是何等机遇啊 换成任何人都会欣喜若狂 怎么这个混蛋 竟是半天的无动于衷啊 他恨不得将这混蛋 抓起来狠揍一顿 只是魏天冲一事 他已经算是办杂了 这一次却无论如何 不能再搞砸 也只能强忍着心头怒火道 我不明白 你有什么好考虑的 但我提醒你 做出决定前 不妨好好思量一下 别忘了 魏天冲就要入门了 哦 听到这话 唐杰并不动容 反倒是深深的看了南百城一眼 这话 是长风真人让你说的吗 是又如何 南百城阴沉着脸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明白真人的意思了 唐杰点点头道 这样吧 还要劳烦南师 回去和真人说一声 我自然是很乐意入真人门下 不过 我也希望真人 能够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 南百城一下子站起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唐杰一道 第一个条件 我虽入门下 但身属自由 有权拒绝 我认为不合理的安排 能拜明师自然是好 但师父一般也不能白收徒弟 资质不够 而有家底的 要给出大笔的孝敬 逢年过节 更要给师父上礼 家境不足 而天赋好的 便要为师父做事 所谓弟子扶其老也 十九天魁 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自然是不稀罕什么孝敬的 但是反过来 对弟子的能力 要求也就高了 许多事情 往往会让弟子去做 酬劳什么的 那就别想了 师父让你办事 那是看得起你 比如南百城 就是如此 唐杰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身属自由 有权拒绝师父给的任何安排 这意思直白些 就是没好处的事我不干 好处少的 我也未必干 南百城没想到 唐杰竟然给出这样的条件 气得人都发抖了 喊道 我们为你要什么条件 唐杰也不理他 继续道 第二个条件 只要不违反喜悦派的规定 我有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第一个条件 是有权拒绝任何不想做的 第二个条件 就是有权做任何能做的 这俩条件结合在一块 说白了 就是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也管不了 第三个条件 我需要二十万钱 以此修炼 南百城被他气得打起了摆子 指着唐杰 嚣张 大胆 不知天高地厚 师父惜才 给你机会 你竟敢漫天要价 你 真是不知死活 唐杰笑道 那也得问过真人之后才知道 你放屁 师父不可能答应 你不是真人 你说了不算 南百城被他气得 一口血险下奔出来 狠狠地瞪了唐杰一眼 好 我就把你的话转给师尊 说着他夜甩袖子走了 看着他离去 唐杰脸上的笑容 渐渐消失 也不由揉了揉太阳穴探道 哎呀 终究还是怀疑了呀 如果说 燕长风 只是要收他为徒 也就罢了 但是 连威逼利诱的手段 都用出来了 那就显然是有问题 这就说明 燕长风 绝对是怀疑自己了 可问题是 唐杰也不知道 这怀疑有多深 只能借着三个条件的提出 反试探一下燕长风 以燕长风的性情 像这般不知天高地厚 自以为是的弟子 是绝对不会要的 在无法拒绝燕长风的情况下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选择的皮球 踢回给燕长风 至少说起来 不是唐杰看不上燕长风 而拒绝入门 而是太过狂妄 被燕长风放弃 自己的名声受损 总好比让真人下巴来台要好啊 若是他连这样的条件都答应 那唐杰现在最好是有多远跑多远 三天之后 南百城回到喜悦学院 没再提让唐杰入门的事 唐杰长出一口气 知道自己又过了一关 秋季的雨带着丝丝的凉意 一点一点渗入脚下的泥土中 院子里的育儿果越发的葱萃 飘出成熟时的浓郁香气 满园的灵谷 更是将整个陶然居 映在一片金色稻海之中 轻轻摘下一颗育果 唐杰放在嘴里咬了一口 满尺芬芳 点点头笑道 不错 当得上是三年生的普通灵果了 两年辛劳 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唐杰心里极是高兴 这两年来 他除了日常修炼 每日里主要做的 就是照顾这些灵职 没有了惨烈的竞争 没有了他人的亏视 没有了疯狂的冒险 有的只是简单而平静的修炼生活 日子简单了 收益便也少了 好在这穷人有穷人的修道方式 自己培育就是唐杰最好的选择 可话是这么说 要如此大范围高质量的培育灵职 这花费可也不少 灵谷倒还好说 关键是那些灵职的种子得来不易 价值其高 光是买种子就花了他好几千钱 更别说后续培育还需要大量的钱 唐杰几乎把他真传后得到的所有收益 都砸在里边了 用一一的尿液 还有聚灵阵为此地积聚灵气 可以说这些灵职也耗费了他太多的心力 那现在可以用了 一一兴奋问 两年下来 小丫头明显长高了许多 不着急 唐杰给了一一一个弹纸 先挑写出来的余众 收割部分 剩下的继续培育 就像喜悦派的千年田了 一一问道 千年田是没课堂了 这八年田还是可以的 唐杰笑道 等以后有了自己的山头 每日修炼 或许可以搞个百年田 一一叹息道 那也只有百年而已啊 就这样还要等好久呢 不然又能如何 这世间但凡人能去的地方 早如匪军过境 早当无存 莫说万年了 就是得一株百年的都极稀罕 唐杰回道 哎 要是能去天都山就好了 兵主的归须地 一定有好多好多万年临职呢 一一捧着脸蛋冲警告 我也想啊 可惜现在去不了 算了 这些东西还太遥远 现在不用想 还是先把握现在吧 说着 唐杰开始收割灵职 将收割好的灵职处理一下 唐杰并没有将他们用离经炼化 而是静职去了灵台阁 打算用材料换些丹药 对于唐杰来说 他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是继续提升体质 而是尽快把境界提升上去 这两年来 由于没什么额外的收益 再加上唐杰 把当初得到的钱 都用在培育灵田上 他的修炼进度明显慢下来 反倒是其他人突飞猛进 半年前 七少明成功进入了灵海境 前几天 蔡军阳丽云帆等人 也先后突破 唐杰则是灵狐圆满 冲击灵海亦有数次 却始终还差了临门一脚 没能成功 甚至连魏天冲都追上来了 自从败入雁长峰门下 仅靠官日峰下的小福地 魏天冲就受益匪浅 天赋的差距由此体现 已经有人在讽刺唐杰 说他靠欺诈得到的实力 终于开始现原形了 曾经的差距已在缩小 也许要不了多久 唐杰就再不是当初那个 义夫当官的猛虎唐杰 而只是一个废物唐杰了 唐杰没想到 自己也有被废柴的一天 对此也是深感无语 不过 有感于境界 的确是自己现在最弱的一环 唐杰也是打算弥补一下 有了这些药 他冲击灵海再不是问题 如果运气好 应该还能有些盈余 此刻到了灵台阁 水夫人见到他笑道 哟 你还知道来看我 唐杰陪着笑道 山中不知岁月 光阴弹指极过 却是疏忽了 还请夫人海涵 水夫人白了他一眼 学子期间又不是闭关苦修 哪来的山中不知岁月 怕还是为了我上次跟你说的事 有意躲着我吧 唐杰善善笑着也不说话 风魔岛归来后 由于当初水夫人说 如果唐杰能让魏天冲成为真传 就给他一个天赐的机会 便想听听水夫人给他什么机会 没想到水夫人所谓的天赐良机 竟是让他去参加逍遥宫的先言会 这先言会就不得不先提一下逍遥宫 据说逍遥宫本来并不是七侠界的 而是一位破界的仙台大能 来到此地后留下的衣钵 正因为是仙台大能所创门派 逍遥宫本身也可谓是底蕴深厚的存在 由于逍遥宫的宗旨是逍遥自在 因此并无固定山门 他们的总谈就是一座飘渺仙宫 故而得名逍遥宫 这也使他们成为少有的 不依附于任何一派的存在 在七侠界 没有任何一家门派 是可以超脱于六大派而存在的 任何势力都必须依附至少一个 那位仙台大能在世时 大家还能忍忍 可是一百多年前 那位仙台大能最终没能扛过岁月无情 作画归须 大能一死 失去了保护神的逍遥宫 历时陷入尴尬境地 六大派趁机施压 都想把逍遥宫拉到自己麾下 并由此产生了各种明争暗斗 逍遥宫撑了一百多年 最终撑不下去 左右摇摆的日子 也就此走到尽头